很多人都說年輕人不會去挺韓國瑜這種輕忠的 挺好 在我身邊就有一些年輕人是這樣 不知道是卡落雲還是腦袋撞到 真的是快受不了了 今天呢在限動呢看到一個很厲害的影片 給你們看一下 什麼叫做一國兩制 什麼叫做九二共識 什麼叫做和平統一 這三個不是等號 好他說這三個不是等號是不是 來我們來看一下習近平講什麼 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 承認九二共識 第一句話就說一個中國念智障是不是啊 這三個不是等號 對對他也說對台灣很好 那請問大家覺得說九二共識是一個賣台行為嗎 是嗎是不是賣台行為 大家覺得是不是賣台行為 來看一下再看習近平講什麼 在一個中國原則是基礎上 搭乘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還是說你們覺得它是和平統一 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 你們真的有了解過什麼是九二共識 我看他是真的是只有自己不清楚 那其實對台灣很好 我看好什麼 哦 暈倒耶 分享這個影片的腦袋是有問題啊 好什麼啊 我拿著那個吹彈打你的臉 你是很好很好 對我很好 看一下習近平講什麼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搭乘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 其實你每年都在講哦 每年都一直強調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中共就是有一個部門專門是在做這種網軍的 或者是做這種洗腦影片的 你分享那個影片下面全部都簡體字 一堆簡體字 要不然就是一堆白癡老人在那邊留言 你看就知道那是假消息 那就是舔共影片了 你還高高興興的去分享這個影片 你不覺得很笨嗎 真的現在還有很多眷村 還有很多年輕人 現在很多老人士還是挺這些親共仔的 他死都會去投票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號 一月十一號一定要去投票 所以一月十一號沒有去投票的話 跟你講韓國瑜有可能會當選 而且機率非常高 想一下去年的高雄市吧 不要讓台灣也變這樣子